中国爆来房契之一融创中国 5日迎来好消息 百亿美元的境外债务重组计划 获得香港高等法院批准 成为第一家扫除债务重组障碍的中国建商 融创中国以地产为核心主页 在中高端产品领域拥有绝对领先优势 融创预计血减债务超过45亿美元 受此消息激励 5日股价一度大涨12% 去年5月传出债务危机 如今预期逐渐化解 反观中国恒大集团 欠债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在创办人许家印及多名高层 被中共当局清算后 似乎濒临尽头 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国家给的 为了防抖许家印及关系人资金外逃 中国出手斩断恒大境外债务重组 股票同样继续停牌 分析认为许家印赌信十足 涉足行业广泛 最终成了累赘 连官方也看不下去 旁其爆雷接二连三 困局难解牵连经济 致敬人士北京烫手生育 这里是中国在非洲埃及 建造的地标性建筑 中国建筑股费有限公司的 埃及分公司 呈现埃及新行政首都 中央商务区CBB 位于首都开罗 以东约50公里处 占地总面积高达近 50.5万平方公尺 但其实这庞大的建造工程 是由中国央企负责 埃及政府则是向北京借贷 这笔资金 埃及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将近1亿人 对中国而言实属庞大需求市场 此外中国重视埃及开发案 更可能是找眼苏伊士运河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 东边约120公里的苏伊士运河 是东西方间最短的海运航道 为了让这条运河得以发展 中国蝉联五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埃及打好关系 经济投资成为四级界的方式 再来看的是这个许家印 恒大的集团的许家印被抓了 现在有人很担心 许家印会被设为一个断点 各位都知道后来许家印 现在已经被扣留了 那扣留完之后呢 就出现了这张照片 许家印就病奄奄的 他就躺在那个病床上面 那目前说法有很多 有一派的一个说法是 许家印据传他被抓完之后呢 他第一个时间他就绝食 他就说我是不孤的 我要绝食抗议 然后就有这张照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法是 据传当天公安去抓他的时候呢 双方经过剧烈的一个扭打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现在更新的一个说法是说呢 当天就网路爆出所谓的一个照片 说许家印双眼紧闭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面 旁边都是所谓的一个医护人员 那会不会是被灭口呢 所以现在严格来说 就有三派的一个说法 然后后面就有网友就说 你都不知道啊 被抓当天 双方是整个出现 所谓的扭打 打得非常非常凶 另外一个网友就说 欠了两兆四千亿人民币 不会这样子就倒下吧 不会这样子就抹掉吧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 往内去看了 许家印一个穷到不行的河南人 跑到深圳去 为什么三十年的一个时间 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一首富 亚洲排名第二呢 后面一定有一个人在罩着他 结果不是一个 是一排 许家印背后的一个家族呢 包括了曾庆红家族 是主要的一个靠山 后面还有所谓的温家宝的一个家族 最后面呢 这两个总理都被逗出来之后 最近才有李强的事件 这个刚正好已经说过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哦 但许家印呢 他有几件事情 这个是让人很搞不懂的 你有钱 这是你家的事嘛 对不对 可是许家印他在深圳的豪宅 他在北京胡同的豪宅 都曾经借给曾庆红的儿子 叫做曾伟 办过生日宴会 所以双方都在想说 许家印到底是不是 曾庆红家族的一个白手套哦 那后面呢 习近平当然就痛下杀手 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 你这些有钱人要整理太简单了 阿记我跟你说 人债有钱 钱都是从银行搬的 都是受险公司搬的 所以你只要把财富公司 一个砰砰砰打掉 让他的金流砍断 他就倒了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让银行不再贷款嘛 所以大家才知道 哎呦天呐 恒大好恐怖哦 一家恒大居然借了台币十兆 他比整个八国联军的 庚子权乱所赔的钱 还要更多 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个说明了 但现在呢很多人就说 哎那也不对啊 许家印他是深圳起家 香港的这些所谓的金融大二 给他钱 曾庆宏给他辟印 所以他搞搞搞这么大 可是各省各市 那些地方的建设局 包括土地的一个开发 那如果这样抓上来 不就千丝万缕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如果许家印真的自白的话 几千个局级以上的一个干部啊 领导啊通通都要拖进去 所以呢这时候 做断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躺在病床上 这个大家就在看了 难道这个也要做断点吗 因为很简单嘛 一个肉杖桃抓起来 从上面往下抓一大把 对不对 你只要把这个肉杖桃切掉 切掉断点就有了 下面这些官员 通通都活下来了 这个时候 可怕的事情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啊 谁呢 我们来看哦 这个是钱大连的首富 他叫徐明 各位你不要看这样徐明 据说徐明很会运动 而且呢他唱歌 很多人听过他唱歌 他唱歌呢 声音很洪亮就对了 然后呢 居然很有趣哦 他呢 后来呢 因为贪污嘛 就被 不是啊 他送人家钱 贿赂啦 这个叫贿赂 贿赂 然后就入狱对不对 入狱两年半 据说呢 每天都好手好手 每天在家都过得不错哦 然后呢 突然间 剩下九个多月 要出狱的时候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他突然间呢 他的家人就接到二号 你们家人啊 在狱里面 突然间心肌梗塞死掉了 那个家人吓一跳啊 他平常是运动健将呢 唱歌又很大声呢 才44岁呢 说死就死 对 不但死了 我们还帮你火化好了 不但死了 我们还帮你火化好了 想验尸 门都没有 没有 想验尸门都没有 死了 已经火化好了 来把整个骨灰领回去 所以呢 制造断田 这个是徐明 现在很多人在看 许家印到底能够待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许家印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后面我们来跟各位说 目前单单 所谓的渔屋 162万间 欠债两兆4000亿的人民币 上面牵扯到两位的一个总理 还有几千个局级的一个干部 许家印真的被抓到 中国的经济要大震荡 这次再度再度一项 再度一项 再度一项 也看 这次再度一项 第二项 呢 先 这次再度一项 更多